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演唱会 第一白场27日在上海演出 成军21年的他们打破自身记录 成为五月天首个突破白场的巡演 李荣浩前晚担任嘉宾 成为继肖敬腾后另一转点 于离开地球表面现身打卡 双方一合唱完 五月天就拿李荣浩出了名的小眼睛开竖 并说石头和浩哥都是单眼批帅哥 要两人PK眼睛大小 笑翻满场三万名观众 转自中时电子报李荣浩谦虚 表示很荣幸与五月天合作 阿信则说 其实在后台时 马莎已经迫不及待模仿你唱歌 被点名的马莎叫回 因为我们也很紧张要舒缓情绪 所以我就模仿用你的方式唱派对动物 没想到李荣浩谬的 是闭住眼睛唱吗 台上台下笑成一片 转自中时电子报马莎感性表示 发第一张专辑时 从没想过五月天的巡演 可以绊到一百场 冠又也说 我不知道我的体力 居然真的可以唱到一百场 好像唱到八十岁越来越有可能了 五月天和你们八十岁的约定 真的可以成真 马莎从屁还变屁吧 阿信则感性表示 群晖开始前 马莎还是个屁孩 如今已是两个小孩的屁吧 马莎在赶进度时很不得了的 小孩不是一次一个 是一次两个 并感谢歌迷支持 谢谢你们拿出最美好的青春时光 一路陪我们走到这里